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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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各位委員應該是对 尤其是剛才談到的 那個腫瘤地板面積的一些資料 我們是不是這一塊就請我杜八卿 我們說清楚好不好 我想這是我們所有委員 大家都很關切的事情好不好 我們請杜八卿開發單位 針對這一點先說 在我的工作團隊 在那個工作團隊 麻煩工作團隊你們把剛才的議題都分好 準備回應 我先開一個頭 如同我一開始說 這個是九次公聽會的整體的工作報告 九次公聽會裡面有相當多的數據 剛才那位葉女士 我清楚的先回應一個概念性的 清楚的交代 第一點 2月24號跟今天的數據 是這兩年的工作的最後的成果 第一點 第二點 如同我剛才在做補充報告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清楚 怎麼樣從314的容積變成300的容積 是杜八卿在第一次開完會之後 從那天到今天的工作會議裡面 清楚的說 減少容成 所以我有六棟公共住宅 每一棟都減少一層 以及其他社區調整才得到這個數據的 第二個 在這個表裡面 我談一個建築專業的計算面積的方式 就是地下室的面積 它不計入容積 所以葉女士可能看到的是 之前地下室的面積 整個來講 都發局以及規劃單位 對這個數字負責任 它的確是減少 就從350變324變314變300 這是一個絕對不可以打折的承諾 接下來我就把時間 將給我們的點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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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